虽然也能够用电话传真曲的联络 但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和你见面谈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题 恋人と礼としている 政丹和情人约会时 被松下部长看到了 1.ところへ 2.ところで 3.ところに 4.ところを 好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4.ところを 正当和情人约会时 被松下部长看到了 恋人と礼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を マツシタ部長に 見られてしまった 好 这个题目呢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ところ 可是呢 他后面的住词不太一样 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我们看第一个选项的 ところへ 好 这边的住词是a 那么在a的话呢 他后面会接移动动词 那么移动动词指的就是像 这些移动动词的部分 我们就用 因为 ところ指的是说 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所以加上 后面接移动动词 好 de 第二个 de的话是表范围的意思 后面要接的是自动词 第三个是 ところに に的话 指的是说 在做某件事情的 时间的点 所发生的 的事情 那么我们用に 所以它是一个时间 动作的一个时间点 好 第四个是 这一个的正确答案 好 ところを 表示正当在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后面 有一个被动动词 那么这边的被动动词是 見られた 見られてしまった 被看了 就是一个被动动词 所以我们选项要选的是 ところを 好 我们再把题目 看过一遍 恋人と deートしている ところを 松下部長に 見られて しまった 正当和情人约会时 被松下部长 看见了 恋人と deートを している ところを 松下部長に みられて みられて しまった 正当和情人约会时 被松下部长 看到了 接下来请看 第22题 迟刻しない 朝 早く家を 出ることに しています 为了 为了不要迟到 所以决定 早上 早点出门 第1个是我们这里的正确答案 前面是动词的ないけ 再加上ように表示为了不要 好那如果是为了要做什么事情 你前面呢改成动词的去修け 再加上ように那就是为了 好那这里是为了不要 所以我们用ないけ 第二个ばっかりに 前面接连体修是行 再加上ばっかりに 表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导致后面不好的结果 那么通常呢说话的人 会带有着很悔恨的遗憾的这个语气在 第三个选项的だけに 前面接连体修是行 再加上だけに 表示正因为是 所以造成后面的结果 由于前面的事情 它是理所当然的 而导致后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讲だけに 好第四个的so 好前面如果是mashi 再加上so 它是一个样态的表示好像的意思 好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 遅刻しないように 朝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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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出门 遅刻しないように 朝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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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网络的使用者一直在增加中 1. 依旧 2. 一步 3. 够 4. 余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2. 一步 最近网络的使用者一直在增加中 最近 internetの利用者は增加する一步だ 好,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1. 前面接 连体修饰型再加上1. 或者是1. 表示既然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意思 好,第二个是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前面是动词的集中 OK,再加上一步的表示一直怎么样,越来越怎么样的意思 那么表示这一个状况呢,一直往某个方面前进 所以一直增加增加 增加する一步 增加する一步です 一直在增加中的意思 好,第三个选项的hodo 前面接连体修饰型加上hodo表示到达怎么样的程度 所以这里的hodo是表程度的意思 第四个amari 好,如果是连体修饰型再加上amari 表示过于怎么样 那这个amari的程度呢 是超过一般的尝试或者是预料的 amari 好,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 最近 最近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利用者は增加する一步だ 最近 网路的使用者一直在增加中 最近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利用者は增加する一步だ 最近 网路的使用者一直在增加中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第24题 近頃は男性ならず 女性も競馬を楽しんでいる 最近 不仅是男性 连女性也喜欢赛马 イ シカ 二 ばっかり 三 のみ 四 だけ 好,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三 のみ 最近 最近不仅是男性 连女性也喜欢赛马 近頃は男性のみならず 女性も競馬を楽しんでいる 好 在这个题目里 我们是把原本的一句话 把它拆掉了 好 所以这个题目呢 只要你把原本的句型背熟的话 那么就不会很难了 好 那么前面接的是名词或者是普通形 再加上 のみならず 表示不仅是 所以不仅是这个样子哦 而且更扩及到更大的范围 那么我们就用のみならず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把题目 看一下 所以这边我们已经背过的 它是のみならず 所以就只能找のみ出来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三个选项是有のみ 再加上ならず 那就是一个正确了 其他的都不能接ならず 所以是错误的 好 所以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 近頃は男性のみならず 女性も競馬を楽しんでいる 最近不仅是男性 连女性也喜欢赛马 近頃は男性のみならず 女性も競馬を楽しんでいる 最近不仅是男性 连女性也喜欢赛马 接下来看下一题 第25题 私は車の運転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1. ところか 2. ところに 3. と言っても 4. どころか 好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4. どころか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私は車の運転 どころか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好 我们看选项1 的ところが 是一个接续词 表示然而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的意思 所以它并不是在我们的句型里面 它是一个接续词 好 第二个的ところに 是表正在做某一件事情的 一个时间点上面 那我们用ところに 第3个 と言っても 前面可以接名词 还有普通形 表示虽然说 虽说怎么样 但是只不过是 所以呢 它是根据我们前面 所提到的事情 那么在补充说明 实际上的程度 是很轻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 と言っても 第4个 是我们这里的正确答案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どころか 好 前面是名词 或者是连题修饰形 再接上 どころか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说 别说是A 就连B 那么这边 就是别说是开车 那么连什么呢 连脚踏车也不行 所以表示成动的 程度的轻 或者是程度的重 那轻的就接 轻的更轻 重的就接 更重的 好 另外有一个 是比较逆接的 跟你的自己的预期 是不同的 是相反的 我们讲 非但不怎么样 反而怎么样 所以这里的意思 是第一个的意思 好 我们再把题目 看过一遍 我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私は車の運転 どころか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接下来请看 下一题 第二十六题 从他的笑脸来看 一切一定都进行的 非常顺利 没错 一 もの 二 分け 三 ほど 四 ところ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四 ところ 从他的笑脸来看 一切都进行的 很顺利 没错 笑顶だった ところを見ると 全て上手くいったに違いない 好 这边我们看到的句型 它是 ところを見る 都是整句话 好 那前面接的是 连体修饰形 那连体修饰形 再加上 ところを見ると 从什么地方来看的话 那么 表示说话者 是 那违体修饰形 我 他人里 一人彷徨えば 行けよ 切ない石形 啊 長崎は 今日も 雨だった 夜の丸川 尋ねても 冷たい風が 満ちる 愛しい 愛しいの人は どこに どこにいるのか 教えて欲しい 街の日 ああ ああ 長崎は 今日も 雨だった 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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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廻木の伊藤 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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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頬に届ける涙の為に 命も恋も捨てたのに 心 心乱れて 飲んで飲んで寄り知れる 酒に恨みは無いもの ああ 長崎は今日も雨だった 酷刺の方に届ける アーメン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 憎いしゅうちと揺られても 戻っちゃこない あの人が ああ 綾瀬の夜に泣いている 二度と逢えない人なのに なぜか心がまた歌える 忘れたいのに あの夢を 思い出させる この酒が ああ 綾瀬の夜に泣いている 青い歩陰に つむ酒は ほろり落とした エメラルド もだえみを焼く 火の鳥が 雨にうたれて 夜に泣く ああ 綾瀬の夜に泣いてい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